我也很喜欢他 所以我介绍他我叫宇哥 我在他白玉这个年纪的时候 真的没有他那么稳重智慧 能力也非常强 他其实跟我跟坤哥在一起 他比我们小挺多的 对吧 他作为一个弟弟 他的表达他的演艺一点也不差 一点都没有觉得他比我们小 你说这可能挺可怕的 这种演员我觉得是 你会让你觉得 哇 你跟他演的时候 你得小心点 你别露怯啊 我们的尊重是觉得 他身上有这一股 老臣的少年老臣的这种稳当